还有各位信众大家 阿弥陀佛 在这儿我们请代表老师傅 还有师傅内 以及古言士 欢迎各位的丽灵 而且更感恩各位 共同来庄严我们这一次普渡的法会 以往的话 在法会开始 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叮咛 可是此时此刻我们望远看过去 真的是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感动 因为大家都把您的身心都安顿好了 而且也安住在我们的谈诚里面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坐在这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是有心人 因此等一个时期望在我们师傅 跟法师傅的担命之下 我们最终来创造一个真有罪行 很烈心 很重量的一个法会 但是在这儿 我有哪儿要稍微打扰一下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大概现在都人手一击 那麻烦有带手机的信众 我们拿出来把它检查一下 有没有转为静音或者是震动 麻烦各位 同时在这边我再一次的报告一下 我们的师傅大概在一点多左右 他就在我们的堂内为我们大家修金刚萨道的华 也就是说他就在那边为我们提醒佛 引请佛 那祈愿出国菩萨龙天赴法可以把我们资品赴油 让我们今天的经过的法会 可以进完完 可以成就 那现在的话 为了我们整个法会的流程可以比较顺畅 当然大家在当中可以尽力心或尽力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流程做一个简介 那首先的话 我们整个法会的过程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法会的前行 前行里面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昨天晚上 在前行里面分成三个部分 师傅已经在这里为我们大家来引请佛了 第二个部分就是等一天 我们法会的流程完了以后 正式开始的话 那我们会恳请我们 恭喜我们的师傅 为我们开始葡萄的意义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上香 上香 在这里的话 我现在就先讲一下 我们待会儿我们在上香的时候 要如何来观赏 那这个观赏呢 今年师傅非常的用心 就是说为了我们整个法会 那么他非常的花他的心力 就是说我们在上每一支香的中间 师傅会担任我们大家来观赏 然后迎请佛 所以我们大家 有哪要配合我们的师傅 累计说我们有一个 能力累计 我们有一个 人不可思义的量力和元力 那么跟师傅作为我们来观赏 来佛倩 困求主佛菩萨 两天佛法 可以降临我们的盘存 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力量 所先一切的重生 可以按主力的盘存 把我们同瞻法喜 同瞻法义 同时在书后一句话说 一分的童贤就有一分的利益 十分的童贤就有十分的利益 所以我们大家共同来 創作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法会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上香进行 那我们有三支香 那这三支香 我们就要上香 上香面相 面相哪一边 所以我在这边 先对于我们的坛城做一个介绍 我们的坛城的话 可以分为外坛跟内坛 那所谓的外坛就是在我们这个弘地坛 靠山门那个地方 就是外面一边 靠我们山门一边 这就是我们的外坛 那我们的外坛呢 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 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 那内坛的话呢 蜡壇 蜡壇就是我们大雄宝殿阶梯下 阶梯下的这个坛城 这叫做金刚萨陀的坛城 就是我们的蜡壇 那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先知道说 外坛是什么方向 内坛是什么方向 那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跟观世音菩萨 那等一个呢 我们要想那时 我们有三个动作 好比说 船箱 跟收箱 还有擦箱 这些动作的话 我们的内坛菩萨呢 都会为我们的信众呢 那么一个一个动作呢 替我们帮忙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完全听我 是以这边的口令来引导就可以了 好 那我现在就说明一下 就是说 我们第一支箱 我们要先清楚的就是 我们要引寝的 我们要求求的是 找一个菩萨 我们第一支箱 要求求的是 第藏王菩萨 这样我问大家 是要面向外团吗 外团吗 外团非常好 就是我们要面向外团 我们第二支箱 要求求的是 观世音菩萨 可以降临我们的团层 这样我们面向这边 内团这边 面向内团 那第三支箱 要求求的是 立体祖先跟一切中心 可以安住在地藏王菩萨的谈成 这样要面向这边 外团 对不对 很好 所以第一支箱 就是面向外团 第二支箱 就是面向内团 第三支箱 就是面向外团 那在这里 我们会有一个秘密一个动作 那我们传箱完了以后 我会宣一个请上箱 那请上箱的时候 我们的信众 要把那个香 放在你的肉的头上 放好白白 平举 平举在你的煤前 那请上箱 这个时候 我们在谈中的师父 就会带领大家做观想 那我这边也说明一下 第一支箱 那我们的师父 会带领大家 持的是灭病业增言 然后师父说一句 我们对一句 这个地方 会总是二十一遍 第二支箱 我们上箱的时候 师父会带领我们 也是天手天眼的根本咒 那根本咒的话 明慧的 我们就大声的一起 共同来持这个咒 如果你有没有解释 还是说不痛的 你就用你的耳根 随着这个咒语的音声 你一样去做观想 融入在当中 那个望闻结义 就是说你就融入在那个氛围 你把你的心情 融在那个酒瓶里面 这样就很好 第三支箱 请上箱的部分 师父会带领我们的是 持两个咒 一个是观空咒跟法身祭 那一样 我们就是跟着师父 就不再像第一支箱 一句一句来 这边大家也清楚这个 昨天一点 我们下一个是观空的 这边大家也 leaking 这边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已经有多多 那边 我们下一个 我就 我 法会的程序表 有一张 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的客颂本上面有夹一张法会的程序表 我们的法会部分分成三个部分 上面也都很清楚会面向哪里面向哪里 大家不用担心 所有整个法会的流程 我们有两位 维挪跟思怡这边 都会有一些口令的引导 你们如果看程序表上面有注明 你就会更清楚 第一个部分就是飞庭 飞庭的话 因为我们持的是大悲咒 所以请问各位 在买三尖的时候 大家要向内藏或外面 是不是要向内藏 所以这个时候要面向内藏 然后我们的阳汁净水战 唱颂完了以后 这边我们六位的洒净的法师们就要准备 准备我们提领净水的仪式 然后我们就准备洒净 同时我们的外户菩萨的话 在我们第二阵谷的时候也就要就定位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 要向内藏 内藏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要向内藏多大 就是地藏王菩萨的谈承 第三部份的话是蒙山诗史 那这边提醒一下我们的法坛法师 还有阿信师兄跟吴坤川师兄的话 我们大概唱颂到六十六页 忏悔文之后 你们就要准备standby了 那我们在内藏里头的话 就是由我们的法禅法师 跟开入法师为我们做施食 那外团旁边这边的话 就是阿信师兄跟吴坤川师兄来为我们做施食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从此以后 我们大概就不会绕佛 所以我们不绕佛 那最后的话会有一个回向 那回向完以后呢 我这边有一个提醒 就是说回向完 我在做这个重要事情的宣布的时候 我们会先收金本 会先收金本 那金本怎么收马呢 就是大家现在都面向红地毯 对不对 面向我们的坛城 那就是从中间往左右两边传 传给我们的内父 那我们把金本收好了以后 那麻烦大家还是要保持安静 因为我们的信中都非常的可爱 都会急着要帮我们上后 大家不要急 因为我们上后有一个上后的一个流程 那听我这边把重要的事情报告完了以后 我们大家在一起 以最快的速度 然后最有效力的方式 我们来把整个我们这个浦度的工程 我们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ending 以上报告呢 就是我们法会整个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简单的程序 那我们就准备在一分钟之后呢 我们法会就正式开始 那大家呢 现在做你的深呼吸 把你的身心设受一下 让你的身心完全的融入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滑海里头 不管是佛号也好 或者是执咒的音声整个的流程里面 让我们共同在师父跟法师们的代理之下 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很色心很庄严的一个普度华会 谢谢大家